晚清上色老照片 周里的活 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生活的沧桑 卖甘蔗的摊贩 一名男子正在路边卖着甘蔗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出摊不久 框里的甘蔗还是满满的状态 代为写信的老人 在清朝的时候人们普遍都不识字 所以那个时候有专门带人写信的摊子 照片中带着眼睛的老人家 从事的就是这项职业 要饭的父子 一名中年的男子挑着一对竹框 在前面的竹框里装着他的孩子 在后面的竹框里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照片中的他正向前递着一个要饭的小婆婆 希望眼前给他拍照的人能给他一点钱 正在拉摩的小男孩 两名看起来只有六七岁的小男孩 正在合作推着一个末盘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存条件并不是很好 进出城的人们 在那个时候的城市是被城墙围起来的一处地方 人们进出都是通过城门 照片中就是某地一个现成的城门处 运送货物的人们 在古代的时候 有很多的货物都是靠人力来进行运输的 照片中就是准备出发运送货物的人们 虽然辛苦 但却也是一份可以糊口的活迹 街上的剃头匠 一名剃头匠正挑着他的全部干活的工具 走街串向的招揽生意 在挑子的前面是一个可以烧热水的炉子 后面则一个供客人坐着的凳子 卖鱼的人们 在一处集市上 几名鱼饭正聚在一起 卖着刚刚捕到的鱼货 话说在古代的时候 如果能吃到鱼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落阔的男子 一名落阔的男子 穿着破烂的衣衫正在沿街乞讨 在晚清的时候 各地都有很多的乞丐 某家青楼里的女子 照片中是某座城市一个青楼里的女子 照片中的两人 一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一人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三大名记中的赛金花 照片中的女子就是晚清时期 公认的三大名记之一的赛金花 四名年纪已经不小的青楼女子 照片中是四名看起来年纪已经不小的青楼女子 或许是见过了太多的人 经过了太多的事情 照片中的她们神情 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已经无所谓了 三大名记中的小荣喜 照片中的女子就是晚清时期 公认的三大名记之一的小荣喜 去网客户家的青楼女子 一名看起来年纪并不是很大的青楼女子 正在被一名在青楼打杂的男子 扛着去客户家 三大名记中的杨翠喜 照片中的女子就是晚清时期 公认的三大名记之一的杨翠喜 通过对以上第十一到第十六张照片的比较 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三大名记 绝对是秒杀普通的青楼女子 她们三个人在颜值上来说 都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在气质上来说各有不同 那么在这三大名记之中 你觉得谁才当得上第一呢 市中的小贼 一个偷了店家商品的小贼 被锁在失窃的店家门前 看到有人给他拍照片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大清邮政 在晚清时期 清政府参考西方的模式 建立了自己的邮政系统 照片中就是一处 大清邮政办事处的门前 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站在台阶的两侧 拍下了这张照片 吃瓜的老人 在夏日的一个集市上 一名老人家 正在一个卖瓜的小摊上 大口地吃着瓜 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像西瓜 但是此却要比西瓜 大上了许多 拍照的两口子 在东北某地 一对中年的两口子 坐在一起拍下了这张合照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 应该是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